計程車司機載著客人 行駛在路上 沒想到瞬間意外就發生了 碰了一聲 安全氣囊全開 雖然第一時間兩人意識清楚 但司機胸口受到撞擊 一度露出痛苦表情 但人趕緊下車 幫乘客開門 警方到場發現路上 有一輛黑色小客車 還有一輛白色多元計程車 雖然三人還能自行下車 但不久後 計程車司機 就被發現腿部受傷 左邊肩膀脫臼骨裂 被送醫治療 這起意外凌晨四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市區的民族一路上 原來42歲的陳姓黑車駕駛 當時來到天翔路口 突然從慢車道左轉 結果跟同項直行的白色多元計程車 發生碰撞 南灣北慢車道 遇左轉天翔一路時 與直行的方向行駛 至於慢快車道之 郭信男因小客車駕駛發生碰撞 雖然雙方都沒有酒駕 也沒有正面撞擊 但安全氣囊噴出的力道猛烈 仍造成郭信計程車司機多處受傷 如今除了車輛毀損 身體還得花時間復原 也印證了氣囊可以保命 卻不一定能避免駕駛受傷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